大家好,爱吃一带小猫君和大家见面了,是谁在期待着这个月车音诱的新剧呢? 还别说,一开始看剧情设定的时候总给人一种幼稚无聊的感觉,但两集看下来又被打脸了。 其实剧情有点出人意料的有趣,男女主之间的互动也很甜,整部剧的风格偏向轻松搞笑,真的建议看多了最近的复仇暗黑剧的朋友们不逢一世,今天也很可爱的狗。 其实,这是一部和前世今生有关的奇幻爆笑剧,因为是网漫改变,所以设定上比较离谱,没逻辑还显得幼稚,但播都不说,导演把它拍出来之后却又意外的好看。 尤其是男女主之间的化学反应,CP感很强,女主磕磕哀哀的,男主人设很素,种种迹象来看,绝对是他对女主先产生感情的。 剧情节奏进展也很快,不仅第一集就轻轻了,而且第二集男主就发现了女主的不同寻常。 女主一直以来就有一个家族秘密,因为被诅咒不能接吻,一旦接吻就会在每天夜里12点到6点之间变成狗。 要想解除诅咒就要在100天内,以狗狗的形态再去吻一遍那个人的嘴角,不然诅咒将永远存在,永远变不回人。 好巧不巧,和女主不小心接吻的男主竟然害怕狗。 故事里的女主海纳是一个中学老师,她在学校人送外号柴青青,是老师中出了名道,看到学生接吻就强烈制止的老师。 其实女主也很无奈,她交往过的男友都因为不能和她接吻而分手,她也不想这样,可是诅咒是真实存在的。 她的舅舅就因为没能在100天内再接吻回去,而彻底变成了狗。 那天是女主的暗恋对象,隔壁男二号老师,聚餐邀请。 女主好不容易趁着醉酒大胆一次,一股作气就亲上了对方的嘴角,谁想到她亲完才发现,她的暗恋对象正在一旁不可思议的看着她。 女主这才醒酒,原来她吻的是男主的嘴角,完蛋了。 一分钟后,女主就要变成狗了,她拼命跑走,最好离他们所有人越远越好,这样变成狗的秘密才不会被发现。 幸运的是,她没被发现,还以狗狗的形态回了家。 倒霉的是,她转天醒来,已经被自己做完的举动给折磨疯了,转手就是一封辞职信,真的太尴尬了,没脸见人了。 辞职是不可能辞职的,再尴尬这个班也还是要上的,大不了就是以喝醉为借口嘛。 幸好女主也原谅了女主,但是女主决定还是要一鼓作气,以道歉的理由再邀请男主去喝酒,毕竟他必须再趁男主醉酒时和他接吻一次才能解除诅咒。 男主多次拒绝女主的邀请,乃和他不气馁,而且男主其实对女主早就有好感。 好像也是一见钟情,平时躲着她是怕她看出自己害怕狗而被嘲笑。 此时的女主还不知道男主害怕狗,正当她把男主灌醉自己也变成了狗的形态,想接吻时,男主被吓到坐在了地上。 眼前的小狗明明那么可爱又小小的,而她害怕到恨不得爬上墙。 女主被男主害怕的样子给整迷糊了,再加上她每天晚上都是狗狗的形态,折磨得身心疲惫,在学校公园里休息的时候差点就摔倒了。 之所以说男主很素,是因为男主刚好就那么出现在她的身后,一把就扶住了她的脑袋。 他们也并没有因为对方的反应而出现反常,反而只要不提狗狗两个字就能相处得很好。 这次不行,那就等下一次了。 女主好不容易想通提前睡了觉,就接到了民警打来的电话。 她的学生被欺负了,但其实她的学生身手蛮好的,欺负她的不良学生反而被她揍了一身伤。 本来女主想着这么晚了,安全起见,还是要送学生回家,但她一看时间,还有一分钟就十二点了,又要完蛋了。 为了不被发现秘密,她一定要在一分钟内远离身边的这个学生,能跑多快就跑多快。 谁想到学生以为老师怎么了呢,老师跑多快,学生就跟着跑多快。 一分钟后,老师女主变成了小狗,学生吓得探测在了地上。 但是这个学生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真的蛮强的,她相信了这个奇怪事件,还决定保护老师,将老师女主带回了家。 然而女主并不想被带回学生家,她想尽了一切办法逃跑,乃和狗狗腿短,怎么跑也跑不掉,而且她熬不动夜了,给睡着了。 为什么女主这么执着回自己家呢,因为从狗狗变回人类的时候,她是裸体的,被学生发现,岂不是更要出事了? 女主睡过了头,但也算是比学生行得早,她立刻找到自己的衣服穿在身上,谁知道她的学生并不是自己一个人住的。 学生说是和亲戚住一起,哪想到这个亲戚就是男主呢? 男主打开学生的房门,他们仨都瞪大了眼睛,这是个什么情况? 其实目前故事发展到这里真的就蛮有趣的,女主的秘密可能就要被发现了,发现后,他们也会就这个秘密而引出前世精神的剧情。 剧情也都是偏轻松搞笑的,反正男女主每一次的互动都让人全成一目笑,很甜,很可爱。 总而言之,不需要动脑子就难看,作为下饭剧,非常合适。 陈优在韩国和整个亚洲的人气都非常高,因其初衷的外貌和才艺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,被誉为脸蛋天才。 陈优本名李东敏,1997年3月30日出生于韩国的经济道安阳市,毕业于成军馆大学演技艺术系,是韩国男歌手,男子组和Ostras成员。 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,还是演员NBC音乐节目《瘦音乐中心》固定主持人。 出演过电影《扑通扑通我的人生》,出演过恐怖电影《分贝》,出演电视剧《最佳的遗迹》,出演网络剧《To be Continued》, 出演青春校园剧《女神降临》《复仇笔记》,出演电视剧《顶级经纪人》,出演短剧《我的浪漫》《爱美食谱》,出演科幻剧《Island》,出演校园爱情剧《我的ID》是江南美人。 凭借《江南美人》这部剧,获得了第11届韩国电视剧节男子新人奖,获得了NBC演技大赏,水墨剧男子优秀演技奖。 陈佑的外貌非常出众,他是工人的帅,不是粉圈自嗨,属于那种非常干净的,像漫画中走出来的少年一般,每次只要他一出现,所有人的关注点几乎都在他身上。 他在韩国的人气非常高,代言很多,电影电视剧资源也有,唱跳实力强,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。 陈佑在福布斯韩国评选的POWER名人排行榜上,位列第17名,并且在2021年,过去三年,韩国最受喜爱的K-POP偶像TOP10中,以67.5%的得票率,位列排行榜第二名。 陈佑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也非常高,他的硬似粉丝数在演员中仅似于灵敏昊。 总的来说,陈佑凭借其优秀的外貌和才艺,在韩国和整个亚洲都非常受欢迎。 陈佑在大众面前展现出的性格非常温和,谦虚,礼貌,也是一个非常善良和感谢的人。 他对待粉丝和工作人员都非常友好和亲切。 陈佑有着非常强大的内心和自控力,这使得他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,能够保持冷静和坚定。 陈佑有才华还非常努力,他在演技和音乐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,他不断挑战自己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音乐风格,并且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演技和唱功。 陈佑还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,他不善于炒作和炫耀自己的成就,而是更注重自己的实际表现和贡献。 陈佑有还非常体贴,在拍摄电视剧《女神降临》时,陈佑有在拍摄现场亲自为工作人员做饭,让工作人员们感到非常惊喜和感动。 总的来说,陈佑有的性格和才华都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喜爱,这也是他能够在韩国和整个亚洲都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陈佑有曾在节目中透露过,他在中学时期非常受欢迎,甚至有传闻称,他为校草。 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女孩在拍他,于是走过去问他,你为什么拍我? 结果那个女孩说,因为你是我手机内存的来源。 这个回答让陈佑有非常惊讶,同时也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爆笑。 在一次采访中,陈佑有被问到有没有听过关于自己的传闻,他回答说,听说我很会放电。 原来是有粉丝在某推特上,陈佑有的微笑可以发电,于是这个梗就被传开了,被陈佑有自己说出来莫名有点好笑呢。 说到这里还有一件趣事,有一次接受采访,陈佑有说, 他非常喜欢超级巨星莱奥纳多·迪卡普利奥,他觉得莱奥纳多的演技非常出色,对角色的演艺非常逼真,能够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剧情之中。 莱奥纳多在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中的表现是无人能及的。 后来网友就把陈佑有的照片和莱奥纳多的照片合成了一下,两位都是美男子,合成后的照片还一时引起过轰动。 陈佑还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,从她的日常生活照中可以窥见一二。